常驻内地工作电视剧集一步接一步的关志斌被砸制止 近年身价暴涨至7000万港币 晋升千万富豪的行列 另外呢报道还说他在五月份用1700万港币在香港买豪宅做业主 Kennie这天难得回到香港出席活动 还没有空跟大家打招呼呢 就要先回应一下连串的传闻了 其实真的太夸张了 其实是有一个物业的 但是因为我跟好多香港人都是一样 就是很努力的一辈子 就是希望可以买到一个房子 就是因为我过了十多年 我终于可以有实现这个小小的 每一个香港的一个小小的梦想 所以就也都很感恩 因为他们有说那个房子真的蛮贵的 一千七百万多 其实我也不用真的拿那么多钱出来 你要知道这都是贷款的嘛 对对对对 所以就没有那么多 对对对对 可是我听说家人有没有这个意愿跟你一起住 我都要想看他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住 这那么久都没有一起住过的时候 因为他们最近都比较喜欢在加拿大生活 因为他们现在一年里面有半年的时间都喜欢大家加拿大 虽然Kenny没有正面透露 这几年自己赚了多少钱 不过看他笑得这么开心 又成功当业主了 应该也是进账不少了 钱可以买到好东西 不过真爱呢 就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了 Kenny坦言现在是单身 碰闲的时候呢 也会倍感寂寞 非常想脱单呢 哎这个话题实在是太心酸 因为我还记得有个狗仔 对他跟了我几天 然后他后来都忍不住跟我说 你每天的生活就只是早上去运动 然后中午去工作 晚上又再去运动 他们看见我都替我就觉得可怜 替你担心 对替我担心 你能不能去拍拖呢 我本来都没有这样想 他们说完之后我就在想 对啊那天打台风的时候 取消了所有的工作 我记得我是在家里面 我是看了一整天的电视 电视剧 然后我突然觉得 好像也都蛮心酸的 对好闷的感觉 那你快一点 努力一点 我会努力的 其实Kenny有颜值又有身材 留了胡子的他呢 看起来特别的闷 散发一种男人的魅力 不用担心找不到另一半了 这天活动可以说 是为他量身打造 跟美容打扮 细细相关 可以与工作与兴趣 Kenny也觉得很过瘾啊 做了那个艺术美容的大人 有没有觉得自己 其实也很爱美的人 其实现在的男性 肯定要对 我觉得爱不爱美是另外一回事 你注重自己身体的健康 还有有一个精神的一个外表 比如说因为现在你出来工作 你肯定要先看 这个很注重你的移用 你的移态什么 还有当你做完运动之后 你会更注重你自己的 平时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你的对皮肤的一个习惯 你会知道吃什么会对你皮肤好 你知道涂什么到皮肤 你知道做什么运动 会对你身体更好 然后发现你整个人 会往一个更健康的方向去走 感谢观看